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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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George 近期大家都很流行用氣炸鍋來煮菜 今天我們會用氣炸鍋來煮燒雞腿 大家看看 用它煮出來的味道都非常好吃 分別會煮鹽燒雞腿 和平時大家經常吃到的燒雞腿 做出來的效果都非常健康 可以不用加油 都做得很香脆的效果 所以大家看完之後 一定要試一下 雞腿買回來 從雪櫃拿出來解凍 之後清潔乾淨 洗乾淨 看看有沒有雞毛黏住 如果有的話就炆了 然後拿出來之後 要用乾的毛巾 把水全部吸乾 盡量把水分吸乾一點 兩邊都吸乾 吸乾之後 要做一個步驟 讓它煮的時候容易熟 不會外面熟 然後裡面都還沒熟 這個步驟就是 抹乾它之後 反轉它的底部 在底部割三刀 讓它煮的時候容易受熱 不會太難才煮熟 好像現在這樣 割幾刀就可以了 記得可以割深一點 首先我們會醃鹽燒雞腿 鹽燒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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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味料很簡單 只是鹽和胡椒粉就可以了 上面加一點鹽 然後把它搽勻 然後把它搽勻 記得底面也要加鹽 底也搽勻 然後就是黑椒 然後就是黑椒 也是底面也要搽勻 這隻是黑椒來的 只是這兩樣調味料就搞定了 接著我們醃鹽燒雞腿 燒雞腿和鹽燒雞腿的分別 加多一點調味料 再加少許麻油 除了鹽和胡椒粉之外 加些麻油 然後再加些醬油 加少許生抽 底面把它搽勻 然後再加1茶匙糖 底面搽勻之後醃好 然後放在一邊 醃大概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後就可以拿去焗了 這次的焗是210度 焗30分鐘 現在就焗了鹽燒雞腿 先放進去 不用加油 直接放進去焗 調時間和溫度 210度 焗30分鐘 焗30分鐘 待會再看看焗成怎樣 現在焗了10分鐘 看看 表面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再焗一會兒 我覺得用氣罩很好 焗出來也沒有油煙 現在焗了15分鐘 現在焗了15分鐘 看到表面已經有少少金黃色 但其實它裡面還是未熟 還有很多油在上面 都未夠乾身 再焗一會兒 現在半個小時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都可以夠脆的 現在可以焗到剛剛好 現在焗到剛剛好 外面都非常脆 拿出來先 現在焗好了 外皮都非常香脆 先放它一會兒 切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裡面熟不熟 一刺就刺得進去 切開 很容易可以切到 看到裡面的肉已經熟透了 這隻鹽燒雞腿就搞定了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 就焗一隻燒雞腿 看看煮出來的效果有什麼分別 現在聞到好大股香味 這個燒雞腿就煮好了 煮出來的顏色比較深 還有我加了少許糖和豉油 味道會甜甜的 鹹鹹的 同樣都會聞到好大股香味 如果大家家裡有蜜糖 可以加一些蜜糖 做出來的味道就像大家樂的燒雞腿 看起來的樣子都不錯 大家今晚可以試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